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哪个部位 这一段 你现在的肠胃非常不好 心脏也不好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吗 你现在经常晚上会有做噩梦的情况 手会发麻 对 还有 我刚刚看你的背后 你的颈椎也不好 而且你的牙齿也不好 确盖 确得很厉害 掉头发 睡眠也不好 对的 说得完全正确 讲师父 你不要太担心 是你自己本身年轻时候的业障 所以现在应该有点爆发了 所以你好好的要念经的 你小方子要念很多 谢谢 台长告诉你 你还有一个病 你自己知道吗 你前列腺不好 小便不好 小便比较急一点 不是急啊 有前列腺肥大 对的 你的腰也受过伤 第三节 对的 明白了吗 血液方面你要当心 我希望你赶快要吃全素了 我一直在去吃全素 吃了几年了 吃六年了 第三年高兴法 拜师以后就吃了 现在能不能像你这个病 最好不要吃鸡蛋行不行 我这已经刚刚许愿 不吃鸡蛋了 好 你要特别当心 还有一个肝 肝也不是太好 你肝有点硬化 还有肾脏 对 都有这些现象 感谢师傅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 我讲给你听 好吧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上次师傅开始过讲过 是吧 怎么还没走了 我收过那两个 六十三 实际上收了都一百五六十三 他还在弄你啊 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我现在搞不清楚 你连圆圆的 你过去结婚之前有没有女朋友了 这个连圆圆的一个女孩子 那就是很早 十八岁的时候 对啊 你更要命的 因为当时我在部队里干工作的时候 他很爱你啊 他是一个中学生 假期的时候 算了 不要再 台上不是法官 你就好好的给他再念经吧 对 我要再念经 好吧 给他念 他大概还要六十八张吧 刚刚师傅的开始 好吧 他经常在 他有时候会让你耳朵啊 有一点点耳鸣 弄你的耳朵啊 有点背啊 听不太清楚 而且叫你耳鸣啊 对 耳朵是有时候听话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左面 左耳朵 他经常爬在你的耳朵边上 还缠着你的颈椎 所以你的颈椎也不好 他最早的时候是整天抱住你 你这个手脚 总会好像不大施展的开 两个脚踩住你的腰 所以你的腰基本上 这样的时间长了 你就觉得很累 好像背个人一样 就是他 他在你身上很长时间了 他这个 我腰椎盘突出 是不是与这还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那关系还是少小房子 少小房子吧 超多 而且你现在已经 他把你的这个腰椎肩盘突出 已经弄出毛病出来 你要用热水附的 经常用热水附 听得懂吗 听懂的 好吧 你这个腰也不好 真的不好 腎脏呢 有一个好 一个不好 嗯 腎脏啊 那个 左腎脏不是太好 左腎脏 嗯 刚刚不是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我这个 你刚才说的 师父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癌症的问题 是哪个部位 是哪个 哪种毛病 可能是 前天后 前天后 嗯 要当心了 要多喝水 你有没有一种 营养品 你可以先吃的呀 前来 专门吃前来腺的 哦 没有 你赶快吃 好 谢谢 师父的开始 我看你这个 从这一段 开始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所以还要当心你的 肠子 肠胃 你如果以后生癌症 就是这两个 一个肠癌 一个是前来腺 哦 师父的开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要彻底许愿 才能消掉 而且要多喝开水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 外面洗澡是叫冲凉 里面洗澡就是拼命的喝个水 就是洗里面内脏 听得懂吗 所以我现在是每天早上去的 要多喝点喝水 你的命很硬的 你好几次 你有两次 差点死掉 是的 我这个特别要感恩师父 我也告诉大家 师父救了我 也帮助我 延述了一个76到79的 现在也提醒我要好好放生 我已经在这么做 一定要好好放生 我到梦中来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来过几次你知道吗 起码四五次吧 感恩师父 感恩大师大伯 观世音菩萨 师父救人 我根本用不着在这里的 你们 谁好好地修 完全可以到你们梦里去救你 你问问他 我每次给他加持过之后 他醒过来 什么病没有一样 舒服不舒服 有这个梦以后 加持过以后 我感觉身体舒服多了 我知道是师父开始 有一次我觉得好像是79是这个关 因为当时我不太懂 我自己指令了两个79的小房子 实际上应该是1808遍 3遍 结果少念了 少念以后 就是没有逃脱这个关节节难的时候 师父就拉着我刨 让我刨过来这个79的关节 感恩师父 感恩大师大伯 观世音菩萨 他要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 你想想看 他会这样 所以有的是救人 真的是这么救的 师父 你们好好乖一点 真的乖一点 要听师父话的呀 我告诉你 真的我救人也是自己不要命的救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和最后讲一个问题 就是 在新加坡观音党 现在在家的子班 和呆班的人不能参加法会 他教我有机会 一定应该师父转达几句话 他们这么说 他们这么说 我们爱你 爱师父 师父 这个法体感慨 红法心理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受到了 感恩师父 谢谢 好好听话 好吧 我告诉你们 你们好好听话 好好念经修心 自己本身的根基好一点 我告诉你 等到医院里不要你们了 说看不好了 叫你们回去的时候 师父一救就把你们救活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了 没有了 好 谢谢啊 感恩师父 感恩观神菩萨 好 我是一个老人 已经八十一了 希望老人要特别加紧时间 学佛念经 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自己往生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真果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好好向楼中台上 师父学习 听他的话 永远跟着观神菩萨 永远听师父的话 谢谢 谢谢